一艘基隆八樓子捕蟹船 漁富888號 昨天上午在福建沿海 發生了火燒船的意外 船上有十一名的船員 台籍的船長 讓九名的印尼漁工先跳船逃生 而九名的印尼漁工互救回臺 但是兩名台籍船員生死不明 家屬心急如焚 海巡署也派出了 連江艦和巡防艇全力搜救 老媽媽雙手核實 焦急的念經向神明祈求 希望兩個兒子在海上 能夠平安歸來 他的兩個兒子 船長余郭銘與船員余家祥 四號開著捕蟹船 從腹肌漁港出海 不料六號上午八點 這艘漁副888號捕蟹船 在富貴角西北方一百二十二海里 接近福建沿海 漁船不明原因起火 據漁工表示 漁信船長讓九名印尼漁工 先跳船逃生 船長兄弟最後才跳船 六號上午十一點 九名印尼漁工 被巴拿馬籍貨輪救起 經過一天一夜到七號傍晚 兩名台籍船員仍然沒有消息 如果離天回走錯漁船 只要發生燃燒的狀況 很快的就會把這艘船 就是燒得很乾淨 然後很容易就沉沒 大概不到十點的時間 這艘船就已經在 所以就是接近就沉沒 漁船失火的原因不明 海巡署已經指揮北部地區 機動海巡隊 連漿艦 馬族海巡隊 巡防艇等一共出動一艦四艇 六十五人全力搜尋 兩名失蹤台籍船員 記者搜尋張宇佳 基隆士報道